横跨亚洲与欧洲国家 跟着艺术家一同来体验不同道文化 存与未存的过往 邀请分别于英国曼彻施特 及日本横滨驻村的两位艺术家 两人在驻村期间 从长时间的创作脉络出发 探查当地历史或日常景观 与自身创作间的关联 建构对于当地地方的想象 横滨是日本的海港 沿着岛与海的边界 在李成亮的巨幅作品中 瘦的景影从远方一跃而出 鲜红的天空映照着横滨港的海面 港边的房子如同即将或正处于灾难电影场景中 连接着格吉拉造型的陶制器皿 将所见之日常转换成科幻的想象 连接日本科幻片中的场景和怪兽 建构自我的科幻电影 刘云仪在驻村期间前往太悟市河口的谢佩岛 谢佩岛四面环海 是一处不被重视的战事聚集地 因为地质适合保存了许多年储 周遭也因为早期战争留下战争的痕迹 艺术家借当地的历史文理简实 重新堆叠探寻追求据时间众生的地表坎坎 展述作品以他长时间关注的创伤地景关联 从战争遗迹军事建筑中思考过往创伤 如何流存如何持续地对人产生影响 十方新闻记者蓝依荣台北采访报道